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晃了晃 这还差不多 他在哪儿呢 再和少阳一起喝酒呢 就在石桌那儿 我们一起去吧 凤九拉着白针的胳膊 去找哲言和东华去了 老凤凰 我把我四叔给你找回来了 你准备奖励我啊 凤九轻快的语气 完全无视了两个人的尴尬 恢复了元气的凤九 蹦蹦跳跳地跑到了东华的身边 双手搭在了东华的肩上 冲着东华眨了眨眼睛 一副得意洋洋表情 嗨嗨嗨 我说丫头 我可什么也没有说 是你自己要找你四叔的 哲言还真是死凤凰嘴硬 小九 你居然诳我 你不是说他知错了吗 你不是说他道歉了吗 白针有些气呼呼地说道 东华看着这两个人 生着无畏的嫌弃 还真是当神仙当酒了 嫌弃也可以用来当真的 真是无趣极了 只能摇摇头品他的酒 当个旁观者 随便酒而怎么胡闹 反正也捅不破天就是了 我说丫头 什么道歉 什么知错 你说的那个人是我 哲言更为惊讶 更大了眼睛看着凤九 又用余光看了看气鼓鼓的白针 真是无奈啊 想不到自己被白家吃得死死的 嗯 是吧 我说的 人倒不是你说的吗 你要不反悔了 我四叔走便是了 凤九假装委屈道 感觉自己还被冤枉了似的 四叔 小九对不起你 人家不认账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少阳 咱们和四叔一起走吧 免得扰了人家亲近 这么一说 可憋坏了老凤凰 没有办法了 只有两个字解决眼前现状 那就是认输 哎 别别别别 我的错 我的错 我道歉 还不行吗 我道歉 珍珍 你也别气了 都是我不好 你就原谅我了吧 哲言倒了杯酒 笑嘻嘻地献殷勤到白针面前去了 真的 你莫不是也诱我的 白针背过脸去 不看哲言 哪儿能啊 你不信的话 问帝君 刚才他也在 听见了 不信你问问 白针上神 默契默脑 哲言上神既已知错 不如一起坐下喝杯酒 喝好 东华发话 怎么滴 白针都得给面子的 既然给了台阶了 自然的下 好吧 那我勉强相信你了 白针得意的看了眼哲言 然后向东华行礼道 白针拜见帝君 帝君见笑了 上神客气 请坐 东华替白针倒了杯酒 谢帝君 白针还礼坐下 凤九则挨着东华也坐了下来 对白针说道 四叔快尝尝小酒做的菜 这可是哲言要我做的 是您好久没有好好吃饭了 都瘦了 让我做顿好的补补 嗯 是吗 白针看了哲言 是是是 酒丫头可没骗你 真的比真金还真 哲言尴尬地笑道 付菲道 这丫头跟着东华酒了 还真的是会来世 算你识趣 谢啦 白针加起凤九做的菜肴 那个满足啊 哲言虽然吃了闷亏 可心力却是舒坦的 一桌四人 像是小型的家里人聚会 倒也温馨得很 哲言 四叔 那小九先跟东华回去了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别让小九替你们操心 凤九这话说得白针脸似火烧 哲言倒是仍然面不改色 果然脸皮够厚的 两位上神 告辞 帝君慢走 白针攻身失礼 东华和凤九离开桃陵 打算回九重天去了 也离开好些日子了 是该回去看看了 怎么说四海八荒 人人敬畏九重天 很大部分就是有个 沙发果断的东华帝君坐镇 这帝君老不在 也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东华和凤九走后 白针便甩甩了衣袖 打算离开了 哎 珍珍 你这是去哪儿 回我北荒 不知哲言上神有何指教啊 珍珍 你不是不生气了吗 不就是下棋没让着你吗 下次下次肯定让你三子可好 老凤凰 你给我说清楚 谁要你让了 明明是你自己记不如我 好好好 我记不如你 你满意了吧 不生气了吧 来来来 我跟你说个秘密 不去 你有什么秘密 就会唬人 不听 你会后悔的 是关于九丫头的 小九 小九怎么了 哎呀 老凤凰 你快说啊 你不是说我就会唬人吗 那你还问 你说不说 不是的话 我真的走了 那你自己守着那个秘密吧 白珍甩开了袖子 转身就走 别别别 我说 我说 我刚才不小心听到 九丫头和东华帝君 已经入了婚媒步子了 已经是正式的夫妻了 你说是不是重要的事 很大的事呢 什么 夫妻 你说的可是真的 白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还知道他们解决了三生识 可没有想到 居然已经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而且小丫头也沉得住气 居然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 自家二哥还在狐狸洞上穿下跳呢 好个厉害的丫头 肯定是真的 那我得去告诉我爹娘啊 不然这女婿上门 我们白家不能什么准备都没有啊 白珍思考了片刻 决定传音给白纸胡后 返回狐狸洞商量商量 该准备的也得准备起来 不是这出嫁的是东荒女君 嫁的人还是天地共主东华帝君 可了不得 必然是四海八荒最为瞩目的婚礼 青秋也不能寒颤了 这白珍也是见风就是雨的主 对对对 试得准备起来 我也要准备准备了 到时候我没啥送的 能送的也只有我的桃花醉了 哲言摇摇头 谁让刚才这个东华的道 不酿酒也酿了 那我立刻传音给我爹娘 只是我二哥那儿 该怎么办呢 不怎么办 这个还得九丫头自己回去交代 不然由我们说出口 你二哥还不得绷了不可 九丫头更惨 哲言分析道 白珍点点头确实如此 那说办就办吧 此时的哲言心里可得意了 这动画拜托的事可算是解决了 本来刚开始还不知道从何下手 正好凤酒帮着把白珍哄了回来 就有了传话人 真是妙哉 十里逃灵的二人 也开始忙碌起来了 哲言清免桃花醉的树木不够的还得心酿 白珍则传音给了白志夫妇 来十里桃林有要事相伤 凤酒东华二人离开桃林 正悠哉悠哉的腾云回九重天 少阳天上一日凡间一年 凤三日子成玉和三殿下是不是历节期满 快回九重天了 嗯 快了吧 你回去看看私命的画本子不就知道了 嗯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们离开后还没有回去看过他们 凤酒有些遗憾的说道 他们快归位了 你们不就见到了吗 也对 可他们不记得反见的事情了 还是蛮失望的 少阳 三殿下和成玉还能在一起吗 凤酒一直替他们惋惜 明明心里有对方 却每天斗嘴装作仇人一般 不好说 看他们自己 那我们能帮帮他们吗 凤酒想着东华若出手 肯定能成 帮不了 还记得白浅度情节是我跟你说过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节 你帮不了他 他帮不了你 看他们个人的造化吧 凤酒不再说话 既然东华如此说 那也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如果还有那份心 就像自己和东华一样 不管中间过程如何 最后还是会在一起的 只能希望他们会有好的结果吧 东华知道凤酒的心思 将凤酒往自己身边带了带 免得不留神掉下去 快到天门了 凤酒下意识地往边上挪了挪 跟东华的中间有些稍许的距离 还略微放慢了脚步 与东华形成了一前一后之事 低下了头 跟在东华身后 东华还真的是拿这样的酒 而没有办法 索性停住了脚步 果然凤酒一个猎切 撞上了东华结实的背部 哎呦 一声 凤酒摸了摸脑袋 都弄到 你怎么又停在我面前了 真是的 好痛 东华转过身来 跳梅笑道 谁让你不长记性的 还不忘替凤酒揉揉额头 我哪里不长记性了 我不是跟你回太成功吗 那敢问地后 为何要走在帝君身后呢 不是应该并肩而立吗 东华反问道 我 凤酒无言 到了九重天这个地方 就有点儿不自然了 还不站过来 东华眼神示意凤酒站到自己身旁 哦 凤酒乖乖点头 站到了东华身旁 东华牵起凤酒的手 慢慢走向天门 拜见东华帝君 天门手将向东华帝君行礼跪拜 见过青秋女君 又向凤酒行了礼 凤酒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东华牵着凤酒没有回应 自顾自地往里走去 只是呼地走了几步后 驻足转身 对着天门手将说道 她是青秋女君 也是本君的地后 你们该如何行礼 不用本君叫 说完便带着凤酒头 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天门手将跪在地上 凌乱不堪 一个人的怪自己 没有带着眼睛守门 这手都牵上了 不是地后又是何人呢 摸摸脑袋 探探鼻息 还好活着就好 少阳 你干嘛吓唬他们啊 行什么礼 我无所谓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